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除了张雨琪之外,男团成员丁程兴也与快乐大本营签约了五年合同。 她今年才19岁,事业正处于上升期,但她毕竟还是练习生,能力经验都不足。 她在唱跳方面固然很优秀,但隔行如隔山,不少人质疑她的主持能力,还直言她没有综艺感。 报道称,网友在看到爆料后议论纷纷,张雨琪没有主持人证,也能长期主持吗? 快乐大本营都变了好多,感觉没有意义。 前好看了,张雨琪应该是顶替谢娜,到她生完孩子之后吧? 还是说以后,都是她。 报报道,谢娜,何炯等人,几乎于快乐大本营,话等号。 不过,谢娜几个月前,宣布怀二胎的喜讯后,就暂停快乐大本营的录制,连跨年演唱会这样的大型活动,都没有参加。 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,已许久没有见到谢娜身影。 在快乐大本营最新一期节目中,嘉宾龚俊提到了太阳女神。 随后谢娜发文称她,也很想念大家,并且呼吁将自己的照片放在中间。 显然对快乐家族,念念不忘。 网友爆料张雨琪将取代谢娜。 接棒主持,快乐大本营,取材自微博,编辑,宋南亿,and。 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